哈嘍,各位大家好,我是草人,又要帶大家今天來介紹的船是北連的新驅主塔石桿 那我個人也是比較喜歡叫他做銅字獎,因為他語言包裡面很常出現銅字獎的這個... 暱稱 其實也是算蠻傲嬌的一個角色啦,不過他的SD也相當的可愛,你看這個樣子 超可愛的,身為蘿莉控的你應該是要帶一台回家的才對 好啦,不要說這麼多,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一個基本面板吧 基本上他這個數值很重要的地方是他耐久,以驅逐來說實在是太高了,超級高的 再來火力也是破天荒,現在驅逐裡面沒有這麼高的火力,他是第一名有這麼高的火力 再來他的主砲效率也是非常高,165% 所以這奠定的他就是一定要用主砲輸出的一個角色 那其實我們之前也常見一些主砲輸出型的驅逐 像是Lavia 23,他們都是靠主砲在打傷害的 可是我們可以比較出來,火力上面來說其實都輸塔石干 再來耐久度方面其實也是輸塔石干 那運氣方面這邊沒有顯示,不過塔石干的運氣是86% 最高的Z23也才65% 運氣會影響到他的迴避,也會影響到他的生存 那血量高,生存高,迴避高,這也印證了塔石干是一個生存跟火力兼具的一個變態的驅逐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技能的介紹 首先紅技的部分是他進入戰鬥的時候直接先加自己的火力10% 然後還會召喚出一個特殊的兵結妖精,持續50秒 這個我們可以從圖裡面看到,這個兵結妖精他是一個自律型的 所以他是自己去瞄準,他跟主砲瞄準的機率是分開來的 他是每2秒會發射一個24x6的通常彈 那對護甲值,對青甲是100,對中甲50,對重甲20 那傷害補正有加125% 其實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額外的主砲 所以他本身有主砲傷害,在額外召喚一個兵結妖精 所以是主砲加1的概念 那這個兵結妖精會吃他的火力值 所以你的基礎火力值越高 他的打出來傷害也會越高 那這兵結妖精也會使敵人受到減速的影響 每打到一次可以減速1.5% 最高疊10% 所以他會有15%的減速 非常的好用 所以你面對到敵人會跑來跑去的 在前衛終於有一個角色可以減對方的速度了 所以不像說後面要帶方舟啊 那些來做減速的一個效果 反正說減速幅度不大 不過也算是第一位可以輔助用來減速的一個前衛角色 再來第二後面還有說到說自己擊破敵人之後還會再加這個火力 最大的是加5次 所以總共可以加10% 所以一場戰鬥進入加打敵人打完 總共可以加20%的火力 那以他基礎火力值那麼高 加20%火力下去真的是不得了 那這個召喚的兵妖精呢 他其實是一個隨機鎖定的一個機制 所以主砲跟他是分開來去鎖定的 所以他有可能會打不一樣的船 那也沒關係他的鎖定非常的遠 然後飛行距離也可以很遠 飛行距離大概有100 所以超越所有主砲的一個射程 所以在地圖外的敵人他基本上都打得到 也就是我們主砲打得到的敵人 那他的這個彈幕兵解妖精一定也可以打到其他的人 這點你可以去安心的使用 好再來另外一個技能 火力投射就是在戰鬥開始時候 所有裝備北連主砲的驅逐 都會額外再加一個裝備補正10% 命中15% 那裝備補正10%呢就是一樣 把傷害再呈10%的意思 所以這也意味著塔石干必定要裝備 這次活動可以兌換的這個驅逐主砲了 那這個前面我們也介紹過 這個驅逐主砲對輕甲對重甲有極高的傷害 是非常的噁心 雖然說少了很多重甲傷害 不過對輕中甲的敵人是非常高的一個威脅性 加上他自己主砲效率這麼高 主砲火力值也很高 還有額外的彈幕非常的可怕 這次真的是破天花板的火力驅逐了 好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基本的一個裝備推薦 首先前面我們講過了 他必須要裝備這個北連的主砲 他可以提高自己的火力補正 再來魚雷部分其實就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效率不高他的雷級也不高 所以有裝就好了 在對空方面他可以選用這個134高腳砲 這個是我們上次在女伯共鬥的時候 可以拿到的這個高腳砲 雖然說他對空的DPS不是很好 但是他這邊是唯一對空砲裡面 有增加火力值的一個對空砲 所以用來加火力值加在塔斯干身上是非常好用的 再來維修應該是沒什麼意外 還有這一次這個活動也可以換到的一個新的設備 他不但可以增加一些耐久之外 還有增加這個20的火力值 這對塔斯干而言加的非常的多 而且在打活動的時候 在打色連的時候 都還有額外的減傷的效果 所以本來塔斯干的血量還有彈度其實都已經很高 相當於一個克里弗蘭吉的輕群 那再加上火力上面的表現 加了很多直接就加了一個70在後面 所以他的火力值已經超越一般的輕群了 這個是非常可怕的一個狀態 好啦,以上是針對塔斯干的一個介紹 希望能快速幫你了解一下這個角色的一個性能 以及裝備的一個搭配 好啦,那陸續後面還有其他北連的角色介紹 好,那請密切鎖定啦 我是草皮牛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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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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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見 如果答案 我們下次見 便利用